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我是老頭歐德美,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那今天呢,老頭這一集呢 要開始準備再做一些更高階的一些建築設施 那這些建築設施呢,老頭已經把它學好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算是 算主軸嗎?應該也不算是吧 好吧,反正呢,我們今天就是要做這個機械臂機床 以及他後面所延伸的電解池,以及數位控制器 然後你會看到這右手邊會有火焰,什麼,冰屬性,火箭,推,火箭,柱 火箭,柱,推,氣流彈,難念的要死 這是三種屬性的 這個是拿來給我們的火箭筒用的 那這個我們現在就先不學,將來我們再去,我們再來玩一下看看好了 我們今天主要呢,是要來學一下我們的機械臂機床以及我們的電解池跟數位 這什麼,速控計算機 據說這個放在工作臺上面可以增加效率,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我們可以試試看 電解池的話是可以解出金屬 只是也不知道怎麼解 那所以說 這個待會我們會把它做出來 那他們所需要的材料呢 是鋼錠,鋼錠,這是鋼錠 鋼錠,電路元件 聚合物 以及這個右下角的這個尖金 講到尖金的話呢 很多人都會問我 老頭,尖金到底怎麼獲得 老頭,我不知道尖金在哪裡 來來來,今天這一集呢 老頭稍微同意跟各位說一個解答 尖金基本上 他位於的位置都是在礦物 礦山 廢話 阿當然 只是呢要有區別性 當你如果有看到礦物上面有一層硫磺 應該是這樣講好了 呃你騎著你的寵物飛來飛去 如果看到你這個地表上面 地表上面有一層硫磺 好硫磺的樣子我應該就不加以 附圖了吧 你們應該知道硫磺長什麼樣子 黃黃的嘛 只要看到地表有硫磺 往下挖基本上 八九不離石都會有尖金礦 因為他會跟銀礦掺雜在一起 當你挖到銀礦的時候 就離尖金礦不遠了 這個算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獲得方式 或者是說你覺得在這個地方太easy了沒有挑戰性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去末日之地 這個火山地形會更好找而且火山地形隨處可見這些 啊 銀礦以及這個 監金礦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 目的 首要目標 就是我們要去我們的末日之地 然後順便帶著我的霸王龍 我們要帶著我的霸王龍去那邊 好好的 討伐一下 之前都是被虐 想當年我們被獨眼巨人淋虐 想當年我們被牛頭人 哎 牛頭人好像沒有對我做些什麼事情 我不管 想當年 牛頭人拿著牛頭牌沙茶槍 嘲笑我 被笑得很慘 想當年地獄三頭拳 也是藐視我 如今我要復仇 知道嗎各位 我要帶著我們的霸王龍 前往這個末日之地 為了製作我們的機械手臂 然後 獲得我們的監金 我們今天 準備要 好好的 大幹一番了 好然後順便呢 在末日之地的地洞呢 我們可以去抓這個 熔岩魷 這個熔岩魷 的話 他算是移動熔爐啦 移動熔爐的方 移動熔爐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直接 在裡面直接做一個 燃燒的動作 直接獲得你要的鐵礦之類的 啊 好像還蠻好用的吧 總而言之今天也來順便抓一隻好了 好啦 轉眼間之後我們已經到了末日之地喔 這算是我們上次來的 來抓這個 元素哥倫的這個地方齁 這地方算是非常的安全啊 好我把我們的這個 好石像鬼放在這個地方 好讓他變成石像 來我們直接把暴王龍放出來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有事吧 我覺得啦 我們霸王龍戰力這麼的強大 我是覺得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來 哎呀怎麼樣 為什麼 Hello霸王龍你害羞嗎 啊幹steam 不要 不要 Holy Shit 為什麼霸王龍不出來 我被追啦 救命救命救命 不要啊 不要啊 2000 years later 好啦我回來了啊 啊由於剛剛發生了這些意外喔 老頭呢 終於了解為什麼我們的方塊沒有辦法丟出來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遊戲的內置 是驅服恐龍的上限 只有到 35隻 啊 那這個可以經過後台處理去做修改 然後呢 我也去詢問了一些 啊各位大哥們 啊然後呢 他們給予我這些答覆 啊然後呢 我才有辦法去把它改成上限 我把它改成1000 啊這樣我就無貨顧之憂了 當然呢如果你們有遇到相對的這些情況呢 啊 老頭呢也會把這個影片教學連結貼在這個 我現在的影片下方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啊可以自己去研究要如何改恐龍的這個 馴服的上限 啊那如果你們改了之後呢 方塊丟出來很順利的變成恐龍了 啊恭喜你 你們成功了 老頭終於把這問題解決了 嚇死我了我還以為我那隻霸王龍 再也變不回來了 超難過的 如果我的霸王龍變這樣子 我覺得我白抓啦 抓那麼辛苦幹嘛 對不對 好啦 這個是一個題外話以及意外 我們呢還是要繼續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把我們的尖金 尖金屎給挖出來 順便練一下我們霸王龍 順便抓我們的 龍岩魷魚 啊完蛋了完蛋了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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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哇打到我啦 聽話 讓我上去讓我上去 讓我上去才是重點啊 讓我上去才是重點啊 停 不要打 不要打讓我上去讓我上去 為什麼這麼的不聽話 哇 喔我上來了 幹不要跟這種北七打啦 喔這霸王龍講不聽你 先跑先跑先跑 他血那麼多 防又那麼高 跟他挑 絕對是錯誤的選擇 好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了 好必須先設定一下 中力 我覺得我們不要射中力好了 射被動 喔 這樣比較好一點 來吧 我們來找一下我們監禁礦 我們監禁礦其實 你們只要把這個龍岩啊 往下挖 這龍岩快往下挖 基本上還是看得到的 獨眼巨人先挑一下好了 我要復仇 復仇時間 復仇時間 為什麼沒有顯示傷害啦 為什麼沒有顯示傷害 這樣子我根本不知道我咬多少滴你知道嗎 那我等一下這個要回去設定一下了 喔 完了有點不太妙 為什麼沒有顯示傷害啊 不過我的血量跟他的血量這樣子 我覺得我應該打得贏他耶 只是耐力有點不夠而已 可以 我們耐力要水可以給我們恐龍喝嗎 可以耶 強制使用 喔有恢復耐力 喔他被咬死了 嫩 前面有一隻 自不量力的傢伙 跟我挑試吧 終於我們現在終於打得贏他了 好不過等下這隻打贏之後 我要先重登一下 幫我們這個 浮動傷害先調整出來 好的我們回來了 我們稍微來測試一下 看看我們這個浮動傷害有沒有效果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沒有問題啊 來 挑一下這隻牛魔王 喔有468 哇他先轉攻擊26滴 哇靠一下208 哇這個牛魔人 牛魔怪 牛頭怪有點強喔 但是沒有我攻擊力高是吧 哇 欸可是 我已經快死了 他洗到底多少 哇又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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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還好 還行還行 趕快補一下 給你吃點肉 快補快補 8000多滴的血被他打人生這個樣子 欸這樣咬了我還沒升級耶 好誇張喔 然後老頭又製作這個戰鬥藥水 給他課一下好了 剛剛打400多滴嘛對不對 增加近戰傷害 哇 欸我們霸王龍有耶 哇現在很多藥水都可以給我們的霸王龍吃 感覺好讚喔 可是我們血不夠 要不要挑我們的紅魔眼 感覺有點 現在有點不太好喔 挑看看好了不管了 33級 喔有390 打我60滴 我撐得住嗎燃燒傷害 每秒扣60 撐住 耶啊 boy 我是勝利者 啊馬上是不是都忘了一件事情啊 我們是不是都忘了一些事情 啊我們要我們要挖金眼呢 我們要挖煎金呢 挖到忘我了這樣子 超級大忘我耶 先打再說 兩隻耶 不是吧 哎 哎 哎 可以喔 無傷 無傷 哎不行 有時候還會被貓一下 哎這個無傷可以這個無傷可以 前後攻擊無傷 無傷大法 前後無傷大法 好爽啊 還有誰比我更威啊 找到了 找到了 這個地方有尖金 這應該是銀礦 然後銀礦挖下去又是尖金啦 大概就是要找類似像這種 這種圖 這種地形 就會挖得到 可是現在這個地方有點危險 我覺得我應該要小心翼翼一點 應該是不會有事吧 這附近不要弄莫名其妙牛魔人掉出來啊 啊我會升七七哦 哎喲貓你看你看出現了出現了 我們尖金多挖一點 龍岩蜘蛛 給火焰的 咬個三下就爆了 哦又找到了這邊有 哇居然在死神祭壇附近 我怕 啊 啊這次沒有直接蹦出來好險 我們要小心一點 哈哈 居然在這裏 有點恐怖啊 太可怕啦 太可怕啦 這邊還會生牛頭人 這樣你無一樣 就要晚上了 我怕 散彈槍子彈 是能幹嘛 快點快點快點 在充滿魔物的森林裡頭 荒蜂蜂的這個護毛之地 尋找我們的寶藏 找得差不多了 應該大概就這個樣子沒了 好回家 就我們應該收集夠多了 好不要太貪心 走我們回去這寶箱 這我們剛看過了 抱歉 好啦各位兄弟們 我們是不是忘記要把他帶走了 這個是我們要找的嗎 他上面寫兩個字 魷魚耶 還是說有另外一種 叫做熔岩魷魚啊 這到底是我們要找的 還是說 他不是我們要找的 好上網看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維基百科 是不是這種東西 有兩種 然後只有一種而已 的確就只有這個而已 他就兩個字而已 對啊就兩個字而已 他沒有別種 他就是只有這一隻 這附近應該沒有什麼 恐怖的生物吧 他就落在這個地方了 他剛剛一動也不動 有沒有 現在他動了 別跑啊小小壞蛋 快讓我抓你啊 他會不會被我射死啊 應該是不會吧 我已經可能 我已經能努力的 輕輕射他 軟掉了 趴在地上 移動也不動 哇應該果然是熔爐啊 你看他進去裡面 可以直接製作啊 好像 不用燒耶 是不是不用燒啊 這太神啦 回來了回來了 凱旋歸來凱旋歸來 啊然後呢在這邊老頭要稍微糾正一下我之前所講的那些錯誤啊 這一隻呢 不叫做魷魚 他叫球魚 啊我還特地去Google翻譯了一下 他叫做球魚 不要搞錯了 啊不然的話呢 到時候又有觀眾說老頭你一直念錯 聽得好不舒服喔 抱歉 真的不知道嗎 好不好 火焰攻擊 啊右鍵跟左鍵好像不太相同 啊其實還蠻可愛的 C鍵有沒有功能 沒有功能 他不能變成一顆球旋轉這樣子嗎 有點小可惜 攻擊他一下 不知 一百三十二 好可以 左鍵 啊 兩種攻擊方式 啊再來就是他身上這些啊 銀礦 他不需要那個 哇 哇 太神了 這傢伙不需要任何的 那個點 就是不用點火 他不需要火柴 他就直接可以做了 是不是 不是啊 所以說我到底要怎麼 哦 直接點 直接點就可以了 哇 直接燒啊 真的是直接燒啊 有沒有看見 哇 移動熔爐 那這樣子我們幹嘛還要那個 我們幹嘛還要熔爐啊 不過比較可惜是他這個不能做鋼錠 他沒有辦法做鋼錠也不能做鋼化玻璃 可惜的點是在於這裡 所以說工業熔爐還是必須要有 回頭是岸吧大哥 我們回家 我們不要跟這個紛擾的世界有任何的接觸 啊我卡條了 哇我卡條啦 怎麼可以這麼的尷尬呢 look at me lucky來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還是在外面好了你卡成這樣子我看了實在不舒服啊 尖精的部分在他身上啊沒錯 好了我們可以開始來蓋我們這個長遠長久以來的這個計劃了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蓋這個東西啊 也可以機械手臂我們絕無多少 啊還可以啊320 啊比較怕的就是我們尖精一個我們先看一下一個 啊把做出來來看一下好不好玩 不知道這多大 啊這東西這鬼東西多大哎我們迅猛龍爆掉現在發現 哈哈哈哈 我們迅猛龍發電機 發電機 完蛋了那迅猛龍發電機這樣爆掉了 那我們沒有電力了呢 那這要怎麼起用我們可以用汽油嗎 如果不用電氣的話 我們這個可不可以直接用汽油啊 不然的話這樣真的很麻煩耶 真的是很麻煩 我說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 蓋這裡啊隨便啊 微供電 果然真的要電線 哇出現英文了 出現英文了電路元件不夠 剛化玻璃 哎呦學 2 10 10 好啦接下來應該萬無意思了吧 那該搞的東西都搞了 把東西放一放吧 我的天哪 寂寞這麼多雜煩的事情 落在我的身上了 啊 都是自找的 我這樣說沒錯吧 一開始定這麼多 任務到任務項目 完全是自找的 無可厚非啊 為什麼我要這麼自找啊 弄那麼多事情給自己啊 我的剛化玻璃勒 我的剛化玻璃 快點做一做吧 先讓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機器供電的時候呢還蠻屌的 四隻手臂在那邊 是四隻嗎 1234 還好我沒有數錯 四隻手臂在這邊 裝盲 打盲 他上面還寫ARK 好好笑啊 ARK加出產的 有道理有道理 好不管了這兩個趕快弄一弄吧 做一做再說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位控 速控計算機到底能幹嘛 反正都做出來就對了 電解池 能解出金屬 但是需要電力 這個平台上面一大堆 我真的要把這個弄掉了 把原人放出來吧我受不了了 放出原人 吊橋再見 好愛式的傢伙 好愛式的傢伙 好你們兩個 你們下面兩位 兩金看起 馬里愛 好好的在那邊秀恩愛吧 好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 這樣子擺呢 而且說真的 他這個 顯示的方式不是很優啊 因為他都 他都不會告訴你哪個是正面 哪個是反面 你知道嗎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形體長什麼樣子 你顏色標這個樣子 到底哪個是正面啊 呃 該怎麼辦呢 好算了不管了 就這樣子 恩 他上面寫以供電 明明就沒有接電 你趕快 以供電 笑呵呵 好 欸 銀錠 泥土跟岩石製造成銀錠 泥土跟岩石 哇這是一種轉換的概念 然後我們泥土呢 欸我居然有欸 太好笑了吧 欸 都只要各50個就可以製造出來 我們來製造一下 可惜沒有鋼錠 有點可惜 我們多一個鐵看看好了 哇一發電那麼酷喔 啊這個呢 速控計算機 感覺不能蓋在這上面 欸他可以他就可以蓋在這上面 哇 他可以蓋在熔爐上欸 好屌喔 沒關係我們先做一下這個 我覺得有點久欸 你確定你有在動嗎 還是你當機了 哇 他沒有在動啊 哎唷啦好慢喔 哇做出來了欸 可惡來不及錄影 沒關係 他這怎樣啊 說出來變這個樣子 一公斤 重量是一模一樣 而且 速說都一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 共同用途啦 我是這麼認為 這是共同的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該死的這什麼東西 控制器 速控 龍爐 龍爐 不太可能 看起來這麼古老的東西 好像真的不行欸 到處想要找東西裝這樣子好不好 你願意讓我安上嗎 好像只有工業龍爐欸 我們把他裝在工業龍爐看一下好了 剛好我們有兩台 一邊各一個做比較一下 我們這個裝在左邊好了 反正我們只有一個 好了 這個裝上去了 我們看什麼可以燒 這邊有鋼錠 燒個兩個 製作兩個 我這個速度 嗯 沒有的 沒有的這個速度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有的速度呢 恩 為什麼感覺長一模一樣呢 是我的理解錯誤還是說這個可有可無呢 剩餘時間 剩餘時間 對吧 我再稍微看一下這個解說到底在講什麼 哦 能夠提高部分工作臺效率 部分工作臺的效率 應該是說一次可以製作更多的意思吧 是不是這個意思 好吧 我不理解 總而言之我們把它做出來了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啊 而且很好笑的是 他是往內的 為什麼 這樣子我按個屁啊 哎還是說他可以轉向我不知道啊 好吧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朋友記得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啦 拜拜 拜拜